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基歐的守護之心內心的共鳴 這個水基歐的 Extra關卡 這個沒有回合限制所以要快 所以最早打快那我用了這個 機勢 主要是珠子不怕缺 爆發也不差 然後珠子不怕缺是這一對的優點 又有通關速度限制所以要快一點 快點不是一直亂轉喔是 是 是你要每一回合都輸輸出會會是比較 高的攻擊力的打法 好大勝只是幫你做個保險他不是 幫你拿來拿來耗時間拿來磨的 好總共才15關啦 所以這個通關速度是ok的 好缺珠雙魚就拍下去就對了 第五關大於等於四抗波盾喔 那我就開一下 我好在剛天降有掉下來了 我好在這就不怕缺珠啊 好處在這裡 現在下兩關是新鑽水所以這邊先把他k掉沒關係 好心中把他轉掉沒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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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喔又是大一點四抗波盾 哎呀 多拖一點時間 第八關 新轉水那隻先把他KO掉 但他幫我們轉也無所謂 因為我只是怕被打太多時沒辦法恢復而已 喔 威力有點弱 轉一下 喔 回合式我今天不要拖太長 因為這樣對我們來講都不是什麼好處 因為大聲對就是要速度 喔 現在才過了十回合 二十回合而已 第十關 扣血九十八 這個會有點小小的危險 所以盡快擊殺 先疊印記 好 開擊死一下喔 雙野轉一下 超痛的啦 不過 他不是扣九十八嗎 我剛剛沒有補血的 好 繼續捶啊 喔 由於我們有疊印記啦 所以 貝利會就拉上去 喔 血量自己要控制一下喔 喔 血量自己要控制一下喔 喔 要到十一回合 這個防禦率十萬喔 無所謂 無所謂 齁 十萬對我們來講小case 1 4 1 1 1 第12關 木屬性盾跟暗屬性克制 所以對我們來講都沒有差 那為了增加通關的速度 我覺得等一下再來疊音機好不好 等一下再來疊音機 我們現在先正常打就好 正常打 木屬的 光的用不到 所以說等一下可能會開機 疊音機 雙五 我決定把他一波帶走 好像帶的不是很漂亮 不過我們的背力夠高 第13關 因為我先打一打到後面再去除幾乎所謂 第14關我建議直接 能出什麼招就盡量出 因為下一關28盾你也打不了多少血 因為下一關28盾你也打不了多少血 嘻 好一波把他帶走 快點 然後我雙魚一直一直都在開有沒有 龍科為什麼要開的因為我只是加快速度而已 我怕打不死先加快 果然真的打不死 現在比較難搞的是你要把你的攻擊削掉 呃分五次把他打過去 那我先開個基石好了 嗯好像沒用到喔 疊印記 好看起來血量應該是血量應該是ok了 喔技能都直接開沒關係 因為輸出有線喔 要好好利用 ok 現在有印記跌上去了 所以打起來輕鬆很多 順便開一下龍刻 好 喔 好 順利的通過這個 那個 看一下叫什麼關卡名稱 忘記關卡名稱 找不到關卡名稱 好吧 就是隨機有extra的關卡就對了 看一下最後還要出現什麼 內心的共鳴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運氣很好 打到這個戰金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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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